嗯 他说你是不上进的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不同意 行 来给你夫人打个分 满分十分 我给他打五分 Mami make mine So you better go take it always They need a new replacement Decentralized Can't contain it We're changing lives Yeah Upgraded Calling to us GoPro esosGenerations ONE Keep you up and now Y E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nd high,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n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n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n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And when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too anxious We'll adapt, evolve, survive, and save it What keeps you up and high,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nd high,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n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n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听到最后 核心的矛盾点在于 是不是要回家学木工 但实际上呢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是要解决 女士的心理问题 你一直在讲 第一 你的先生不上进 我想问你 什么叫上进 一个月挣多少钱 叫上进 你觉得 我觉得就七八千嘛 然后他就是有 好,七八千一个月叫上进 您现在打工 您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四五千 四五千 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下 你现在在做小时工嘛 对吗 住家的阿姨 工资可以到六千 育儿嫂 育儿嫂 你可以去考个证 进行培训以后 可以八千到一万五 我刚才的这个规划 叫不叫上进 您为什么不去 因为我也学过 但是我的身体不好 也不能熬夜 讲到重点了 您的身体不好 您先生的身体好吗 太不好 您先生的腰椎 肩盘突出 我给你普及一下 我有腰椎 肩盘突出 这个病没办法去根 就一阵一阵犯 犯的时候就平躺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所以我经常 乌影的时候我都会问 你们节目坐着的站着的 并不是说坐着 就对腰更好 而是我可以歪着 站着的话我站不住 您刚才讲的是 他去做保安 他在养啊 保安不需要站着吗 保安一定要站多少个小时 他有时候也站 有时候也坐 对 坐着站着都不行 就应该躺着 病犯了的时候 尊医主说躺半年 您两个月就让他去 您刚才身体不好 你做不了 月嫂 他身体不好 他就一定得出去 一个月挣七八千吗 将心比心 健康是第一位的 然后才是收入 这就是我讲的 如果我自己 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 我就不应该同样地 去要求其他人 你把不上进三个字送给他 那按照我刚才的逻辑 我也可以说你不够上进 但其实是吗 它不是有客观条件限制吗 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阅历 自己的客观情况出发 然后再去讨论 上进还是不上进 所以你先生不上进的这个问题 没有存在啊 我觉得 他为了这个家 一直多年在外面打工 把钱寄回来 可是我主要是 还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学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主要想让他在家里面学 是你 您从小的人生经历 我读起来 一直是处于配角的 这样的位置 事实上在姑妈家庭当中的孩子 我相信您一定不是 最核心的那一个 不是 不是 嫁到婆婆家以后 一样的 在家庭成员当中 您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 所以 从小到大 都没有掌握过话语权 现在好不容易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我说话你还不听 矛盾在这儿 你就能不能听我一句 我让你往东 你就往东 我让你往西 你就往西呢 这才是您的心结 您要解的这个心结 我们的幸福感才会更强 所以 你们要解决的是爱情的问题吗 是婚姻问题吗 不是 我觉得是你自己 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跟他商量的 他这么大的年纪了 也不是不懂事的人 你们要寻找到 协商到一个 更适合你们夫妻双方 更适合彼此身体状况的 一个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 回家学木工一定不行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他的想法 也让自己彻底的放下 不是说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什么 明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